今年声音现象发威 北半球呈现暖冬的现象 不过对于无家可贵的街友们来说 气温下滑还是相当的难熬 在美国北加州奥克兰市 入业后气温只剩下了零下三度左右 当地的慈济之工是沿着大街小巷 分送毛毯 白天阳光露脸 也只有摄氏四度低温 美国北加州奥克兰市 感受寒冬最深刻的是露宿街头的朋友 谢谢 OK 谢谢 你站住 OK 慈济之工 慈青和社区之工 把保暖用的毛毯和冠洗用品 送到每位餐风露宿的街友手中 我知道它很厉害 你知不知道 这几天 对 身形高大的凯斯 娓娓道来自己年轻时曾经风光 是专业篮球员 少了驰骋球场 沦落街头也想找份工作 可惜总是落空 我认识我会不错 但我想要谢谢您的公司 臥居在高速公路桥段下的老人 几年前房屋烧毁时 也曾获得慈激援助 谢谢 冷风刺骨 人心更需要互动的暖流 大海新闻 珍善美志工 美国报导 是